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指尖去测试两骨之间贴近耳背 这个位置就是耳后原始点 整骨下沿的位置刚好就在耳后原始点 后面乳突骨对过来 然后再来整骨下沿交汇处 就叫整骨下沿的起点 沿着整骨下沿紧贴着骨肉之间 然后延伸到脖子的大脖筋为终点 容易犯错的就是操作者会去转患者的头 这个动作转是很危险的 有时候一转就受伤了 所以最好的方式是由患者自己转 好 请你转过来 这样才可以避免危险 第二个容易犯错就是工具的使用 当你要放到耳后这一点的时候 最容易犯错事 应该是在我们刚刚讲的两骨之间贴近耳背 然后掌心向内 结果有些操作者 他自己手就偏掉了 可能偏这里 也可能偏这一边 这样都不是掌心向内 这样的动作都是错误的 所以掌心一定要向内 耳朵要不要贴这个床铺 第一个我认为还是要有一个距离 因为它怎么样 你是要弯腰的 那如果你贴近 这里反而不是你的空间 这里还是要有一个空间出来 你贴的太近 反而不容易做出来 应该是要有一个距离 这样 因为有一个距离你看 我就可以怎么样压下去 如果我能站在这里 这里斜进来 我这样垂直 变成怎么样 我是斜内侧 这个就不对了 所以它的位置距离应该是 你容易失利 然后能够垂直下去 这个就对了 所以应该是要站后面一点 第一个弓箭步 轻触 弓箭拿出来 掌心向上 90度 90度 然后 下去的时候 记得身体要稍微靠 靠的意思是 如果你没有靠 有时候直直的 就变 轴对肩 就错了 轴对胸 好 那如果刚刚的姿势 容易犯错 一般是怎么样 就是这样 屁股上来了 那这个力量是不扎实的 所以如果你要揉到很扎实 重心势必要怎么样 往下沉 就是我刚刚讲 蹲低一点 那这样力量才能出来 甚至有人在坐这里就这样 这样是坐不出来 就是会很累 然后一般都是在用手的力量 他不懂得怎么样 这里沉下来的力量 那这样才能够做到很轻松 那患者被揉的时候 也会感觉很舒服 然后第二点 第三点 越往下的时候 你的手可以把它稍微拨过来一点 那这样你的力量就怎么样 不用到这里又更下去 这样方便于操作 这支撑手也有很多人放错 就是放到头顶来 他事实上他只是轻轻地放着 做你的支撑手而已 也有支撑手放到床上 也有人这样 也有人放这样 但一般很多放这样 就这样也在做 那个是不行 那个头要把它固定 要不然你这样揉 你也觉得不稳 所以他这里有 让患者稳定的感觉 那揉起来也会扎实 他头不会放来放起 也有这样的固定作用 好 那姿势做好了 我们的工具 第一个 手稍微轻轻扶着 然后手心向上 然后记得 这个不能撬太高 撬太高的时候 你这里90度 你势必身体要往后 才能保持90度 那这时候头就会对着轴了 所以他这里要放下来 那放下来你身体就要自然往前 那往前的时候 这里轴就对胸了 所以这里要记住 轴是对胸 所以这里是有一个斜度 斜度 如果你看 这一个直直的 那就是用手的力量 所以一定是这样 斜斜的 然后这个又放低 然后身体往前 那靠到胸 然后保持这里的90度 还有这里的90度 那这样都做出来之后 那而且这一条线不能变 好 那这样就可以 很轻松的做出来 需注意的事项是 要注意的是手 不是这样 也不是这样 这样顶进去 而是这样垂直下来 然后钟摆的动作 然后要注意的 还有 有最多人是 不是用手腕 而是整只手 这个都是错误 我们现在来按推 整骨下沿 那我们要按推对侧 这个要有一个距离 所以我们做法 比原先的做法 还要外出一点 这样保持一个距离 同样我们的身体 还是以患者 这个头部的方向 这样做出来之后 一样辅助手 放在头部 整骨下沿第一点 位置就在这里 那我们把工具拿出来 用手肘 掌心向上 好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第二点 第三点 第四点 如果要揉同侧整骨下沿 最好叫患者的头 稍微往外翻 这样就有一个距离 如果不往外翻 如果是这样的话 距离太短 不容易按 这里会夹死 所以还是要这样 让患者的脸 尽量朝向你 好 那我们从这一点 开始来按 按推方法一样 这里要注意的是 一般这里还是要 跟站姿一样 手要保持90度 这里最好也是有个90度 然后身体是朝着患者的方向 而不是坐这样 这样揉 所以身体还是要稍微转过来 那坐姿 这里腿是以这个方向 也不是坐这样 所以这个位置先坐好 然后耳后这一点 如果它投在这里 你可以坐到比较前面 但如果它是在揉枕骨的时候 你坐就要坐到更外侧一点 这是坐的时候 头部原始点 耳后跟枕骨的差别 食指的工具 它的拿法 这是正确的 也就是拇指跟中指 按在食指的终结 中指结中间这里 一般会拿错事 都想把它顶得更深 然后这两指 就会拿到底下来 以为这样长才能挖深 这是一个错误观念 所以正确拿法还是这样 拿错了会影响到 它的稳定度 也就是你拿太下面 这个会摇晃 所以务必已拿到 食指的中指结 那拇指跟中指 夹紧食指的中指结 这样就稳固了 那一般耳后原始点 有三点 这是第一点 这是第二点 这是第三点 到接下来这里就软了 当然临床上还有人 痛到这里下面来 但一般都是在这里 也就是约列半根食指长 这个位置 那工具拿好之后 我们直接顶进去 顶进去第一个要注意的就是 如果你要按推伸 身体稍微往前 往前靠 那这样力量就已经进去了 力量都不是出在这里 而是以身体去调节它的伸前 所以如果这样就没有力量 但我这样一直往前 哦 我也感觉得到 这时候食指已经顶到底部了 那按下去了之后 接下来就是要靠前头摆动 那前头的摆动就是这样 大家在看我前头不准 好像有一点旋转 但实际上我下面是直线的 然后以前头摆动 幅度稍微大一点点 那这样患者反而会舒服 速度也不一定要强调很快 十字法的按推方法 也不是这样握着紧紧的 它一定是稍微虚虚的 然后这个才灵活 所以你握出力了 这里就变蛮力了 你握时间了 这里就硬邦邦 然后你硬邦邦 也会给患者有压迫感 那第二个是大部分都是用蛮力 也就是前头不动它就这样 就开始这样来回 这种力量一定是蛮力 那也有人就用手腕在这样 手腕不对的 它是事实上是前头在动 然后前头带着手腕 而不是故意用手腕来扭动 所以直接顶进去之后前头 第二个要注意的就是 这个手不要打太直 这样也是蛮力 一般都有微微的弯曲 这一点也注意 那有些人手腕 这样好像斜斜的进去也错 它事实上是要垂直的进去 这个方向一定要记得 是垂直的这样顶进去 然后踩向钟摆 这样就能够按推到蛮深层 那另外我们再来按推另外一次 就是用手轻触着头 一般会轻触会错误 有些人会摸到这里 这是错的 我们要为了要固定 还是轻轻放着 然后放着之后 拇指把耳垂翻开 翻开之后用食指去测试 两骨之间靠近耳背 这个第一点 工具拿好 直接就顶进去 那顶进去 身体稍微往前靠一点点就可以了 然后这时候都已经下垂下去了 我的手是这样 这样下去 而不是这样 这样就按推错了 是有一点点这样 好 那垂直下去之后 好 前头向钟摆来回 好 可以 我也按一次 你就这样 这里放开 放开来 手腕 你只要稍微顶住了 那放开来 它其实是很舒服的 你越小心 这样 反而它更不舒服 你看我这样 今天启程就有这种味道出来 是左右 不是 它是这样 钟摆 然后好像在挖东西 你放开来挖 是用手腕在挖 不是 你们有时候会这样 就是这样 然后这里有时候又不动 然后这样就有一点 手腕没有松开 那事实上它是这样 整个松开来 这样 这样就能够做到很深层 那你妈妈按 幅度大 没关系 妈妈按 其实 宜安这样就有一点 手腕真的有开始 懂得稍微松开了 好 温柔的来了 好 这样 哦 差很多 真的啊 我这么 我温柔那么多吗 对 哦 那所以你还是有用力 对 用力所以它感受到蛮力 就不会痛 所以我的 我又可以伸 又不会给它压迫 那这个就是我们要提升的 这个手 你这个记得 这个手不能吹下来 这个手一定是平的 然后其他才去调整你的90度 对 是这样来的 这个平的 这样 这样已经90度 如果还不够 再往身体往前 啊 这样一定 可以顶持进去 而且不用出力 你只要来回就好 不用 好 对侧 好 麻烦你 不能这样 这个头一定要在这里 不能在那个洞 也不要那么小气 再过来一点 不是你搬 随一支 跟你讲 你真的还讲不来 你自己动吧 要不然它会被我骂 对 然后面向它 好 那你这个手 不能这样 啊 轻轻放 好 这样 记得这个手 是这样平的 好 这样才能90度 这里都感觉 这里都感觉 来 我帮你按 超过久 来 就是这样 其实喔 这里还是过去一点 你比较好做 这样做过来 不要在洞里面附近挣扎 好 那这里 它 你稍微比一下 枕骨在哪里 好 你直接就靠 我说这个手不能垂下去 垂下去你怎么做 这里一定是平的 为标准 这一个 好 这样顶 如果超过90度 你就靠过来 那这样就进去 好 那这一手不能扶这里 是扶这里 把它固定住 好 那这样就能顶住 会痛吗 会痛吗 比较不痛 很痛很痛很痛 这里很痛 好 左边那边 这一点那么痛喔 那它的问题就在这一点 那我问你 刚刚它跟我按的位置 一样吗 一样 一样喔 那一样就OK 好 这样就可以 它表示你刚刚已经有按到 那位置对就好 我们要现在按头部原始点 坐姿 那整骨下沿如果是同侧的话 那最好叫患者的头 放在这一边 然后脸朝自己 好 对 好 那我们再这样 就可以坐过来 那坐过来 整骨下沿这里 身体最好转过来 然后对着 这个患者 那对对好了 好 这里是第一点 好 那这样好 脚这样放好 然后手放下去 这里放下去最好平的 然后这里要保持90度 所以身体稍微往前 好 这就是第一点 好 第二点 第三点最好把它头稍微转过来一点 好 那这样手还是可以平稳的 好 第四点 如果你不转头 如果你不转头 那这样就要更下去 所以最好还是把它头稍微转过来 好 那这样 就可以保持平稳的 好 这是整骨下沿四点 这是整骨下沿四点 那如果按颈椎直接就下来 第二点 第三点 第四点 第四点 好 谢谢 如果要顶深层的话 最好采取站姿 那如果初学者学习方便 那坐姿是比较好学习 但是力道要按到深层 比较不容易 这是两者有的区别 那头部原始点 刚刚影片也都讲得很清楚 最主要的我还是要提醒 那个工具拿的方式 那个是拇指跟中指 按到食指的第二指节处 中间的指节处 还有拳头不能握得太紧 太粗力握得太紧 就硬邦邦 硬邦邦的前头去顶耳后的话 患者会有压迫感 会感觉很疼痛 所以就会跟你对抗 这样出蛮力 你不容易做出来 所以还是要握虚拳 好像有握拳的形状 但又没有出很大力量 只是一个固定的钱而已 这样顶进去才会有一点弹性 所以一开始很多人工具就拿错了 所以接下来就不容易做好了 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我也在看 有一些就是推广点 他们自己的手法都变形了 也就是食指的工具因为不好握 那他们就用拇指侧颜去按人家的头部原始点 这个是完全的错误 理由很简单 拇指侧颜虽然可以按进去 但不容易按到深层 所以要到深层解症的时候 一定要用食指法 这两者是有区别的 所以工具不能 这时候耳后的工具绝对不能用拇指 拇指侧颜去按对 这个也是要注意 那另外坐姿的时候 坐姿刚刚也示范了 如果同侧或对侧的耳后是没有问题 这样做很容易按推 但在枕骨下沿 对侧你可以做到床边沿就可以 但如果要按同侧 我建议最新我自己也在临床不断的 这样琢磨下 我觉得可以 让患者的头面向你 然后把头放在那个洞的另外一侧去 距离你比较远 那这时候你就可以做得更靠近一点 那这样就可以把枕骨下沿也做出来 那另外做枕骨下沿要注意 手臂要保持90度 那90度第一个就是放下去 那个下手臂一定是平的 刚开始是平的 那你再去调整身体 因为如果你太后面那就大于90度 那个没有力量 那你往前一点到90度的时候 你自己就有感觉到手肘自然会顶到 枕骨下沿 那特别再提示一下 枕骨下沿我发现临床上很多人都按到 骨肉交界处的下面也就是只有肉没有碰到骨头 事实上枕骨下沿一定要微微的碰到骨头 不能太软 软中还有硬硬的骨头在 那个点才是我们要的 那一般我最近在基金会教学 我就发现很多志工都按到比较下面来 那这个软软的是不能解症 这也是临床上最常犯的错误 那头部原始点非常重要 因为比如说头部很多症状 比如脑中风老人痴呆 甚至头部的头阴头痛 这些都是在头部 那头部如果你按推不能生成 你如何谈解症呢 那何况有一些公益点 他们的手法都变形了 也不容易按推开来 那这里都讲得很清楚 站姿 站姿如果要按耳后的话 一定跟床员还要有一点点距离 不能站到太前面 那身体往前就按不下去了 按下去也没有力量 这些影片中都已经有讲解 我希望看似简单 但真正要做好 还是要反复多看视频 这样对大家才会有进步 好 我头部原始点就补充说明到这里 晚安 再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